比亚迪的电池技术有多牛 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肯定会从比亚迪电池所带来的直接关联的续航里程 以及比亚迪的电池在真次实验或者外部碰撞的时候 不会起火这种安全角度来考虑 但是是更长的续航里程以及更好的安全性 绝对是一款优秀电池所必须的特性 我们考虑到电池它其实是电动车的动力源泉 那么真次不起火和有更好的续航里程 这不是它应该做到的事情吗 所以在我看来电池在具有了以上这些必备的功能和要求之外 有更多附加的特性 这才算得上那种所谓技术突破或者技术创新的电池 比如比亚迪最近比较火的T2B电池 它就是一款接近这种带来技术突破特性的电池 说到这里我记得宝马曾经就抱怨过 就是宝马的电动车比如说RX 它在加入了大尺寸的电池之后 车身变得很重 所以宝马的工程师在调教电动车的时候 他还想保留宝马当年一种操控特性是很难的 因为你前后车和尾变了 然后你弹性元件也会要进行适当的调整 这个调整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会把弹性元件调得很硬 这样你能够保持它的更好的运动性 但是如果你要想保持它的这个乘坐输入性的话 你就一定要把它调软 但是由于整车的质量变得绝对的大 那么你在找这个软和硬的平衡之间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是你要不就很硬 然后这样子的话保证运动性你做的很不舒服 要不就很软 这样子的话你车开起来很飘 更谈不上什么 就是说你转弯压的时候这种侧向的支持了 所以呢归根结底啊 电池对于电动车最大的影响就在于电池的质量 与电池质量的分配 电池质量增加呢 车重便会增加 车重增加 其实除了操纹以外 你把操纹放到一边 那么你这个车在发生碰撞时 产生的撞击能量会成倍的增加 而且这个增加是不只是一两倍这样的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这个奔驰的这种商用车 V-Class的商用车EQV吧 它的这个车身达到了三轮重 所以它必须得限制最高限速 否则你想想如果一个三轮重的车 你不断的加速到200公里的时候 这比坦克还要厉害 即便是你日常的安全驾驶 你整车质量增加 车身扭转高度也必须要增加 就是说你这个Totional stiffness 它也有相应的提升 否则的话 你这个车辆在转弯的时候 或者是在过弯的时候 你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此呢 对于电动车来说 无论是车身的设计 这里所说 车人设计主要就是说 你这个车必须也是按照纯电平台来打造 而不是有改电来打造 还有就是车身的工艺 制造 还有选材都有更高的要求 从这个角度来讲 比亚迪的这个C2B电池 它实际上已经 在尽管去满足这一点 因为呢 C2B电池的设计理念 就是让电池成为车身的一部分 比亚迪管这叫融合 其实就是车身和电池融为一体了 这样的时候呢 它在碰撞的时候 不仅能加强车身结构 还能成为这个碰撞能量传递路径中的一部分 甚至它还有一些性能的功能在 但是就是这个电池性能的功能 其实不能做得太过 因为你毕竟保证整个电池组合 电信不会受到挤压嘛 此外呢 就是在集前驾驶和追求操稳的时候 这个C2B电池 对于车身结构的加强 也能很大程度上 完成了这个整车姿态的保持 最后呢 我们就来说说C2B这个电池算不算创新 你说它是创新 它是 你说它不是创新 你也可以这么说 因为在很多年前 国外就提出了这个金属空气电池 当时提出这个金属空气电池的概念的时候呢 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金属空气电池 它会成为车身的一部分 但是呢 把概念付出实施 就是另外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当年 它提出金属空气电池的概念的时候 金属空气电池在化学特性上 是不能反复充电 至少不能很轻易的反复充电 所以呢 匹配的这个金属空气电池的概念 当时还提出了一个换电站的理论假设 那就换电站现在是不是也实现了呢